沙漠玫瑰的传说 沧桑而美丽 它生长在接近沙漠的地区 花开时烟令如火 因形成的地理条件特殊 因此产量稀少 它就像是沙漠里的沙子 在经过几千年的风雨雕琢与袭里 逐渐风化而成的花朵 其中还有灵芯的细沙 香砍在花瓣的中间 它没有玫瑰花的叶 也没有玫瑰花的刺 只有艳丽的花朵 独立的盛开在没有花朵生命的戈壁摊里 坚强又旺盛的存活着 所以人们叫它沙漠玫瑰 网路上沙漠玫瑰的传说有几个版本 但我最喜欢这一个 因为很美 沙漠玫瑰的花语 象征不离不弃 至死不渝 可以用来表达对爱情的坚持 作为爱的信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莫 今年趁着春天 入手了沙漠玫瑰 终于我也拥有了美丽的传说 现在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啰 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又可称为天宝花富贵花 是甲竹桃科天宝花鼠 长绿或干汗落叶灌木 也是多肉植物的一种 原产于东非及阿拉伯半岛干燥地区 植株高约50-180公分 据说野生沙漠玫瑰植株最大可超过4公尺高 花旗为春末至夏秋之际 花色有桃红粉白深红等 呈散型花絮 约2-10朵呈五星漏斗状集中在枝头 在常年都温暖干燥的地区 甚至全年都会开花哦 沙漠玫瑰植株基部种帐 呈球状或硫状 且扭曲如小树形状 一品种不同 叶形有导软形 椭圆形以及线形等 沙漠玫瑰并非真的生长在沙漠地区 也和玫瑰是不同科属 是因为产地接近沙漠 开花时色泽及花色艳地如玫瑰 因此才这样命名 在今年2月初 在网路上购买了4朵沙漠玫瑰 开箱后仔细检查植株 根系茂密 筋部饱满 枝条立体扎实 叶片健康度都要逐一观察 确定植株健康状况OK 就可以进行修根、杀菌 还有晾干的程序 修根时一般会将根部的毛细根修剪干净 只要保留偏粗大的主根就可以 有些很厉害的高手会对根部造型动刀 做大幅度的切除改造 但我只是新手上路 目前没有勇气尝试 因为要修根重新发根重新浮盆 所以原先植株上的叶片和花苞应该是都留不住了 既然要修根我打算连同枝条一并做修剪 不过不一定要同时做 这全凭个人养护习惯 枝条的修剪关系到未来的造型 虽然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也不能剪过头 通常会建议由它的主干肉体顶部 开始往上计算 至少要保留3到5公分的长度 像我是沙梅新手 所以我在修剪时比较倾向于保守 不敢剪得太狠 如果你买来的沙梅造型 就已经是你心目中理想的样貌 那就可以省略这个步骤 这是还没有修根前的样子 再给大家看看整理后的样貌 是不是很像白萝卜 这次一共买了4个品种 分别是法拉利、小桥、黑天鹅、变色龙 真的很期待 白萝卜的成长蜕变哦 新入手的植株有可能会有带菌的土壤或虫卵 尤其我们有做修剪 植株会有伤口 因此建议一定要杀菌哦 依每个人的养护习惯 准备适合的杀菌药物 要记得戴手套 并注意使用药物的比例 以免药伤 有产生伤口的部位像是根、筋、叶 一定都要确实没入水面 浸泡约15-20分钟后就可以把它们捞出来晾干 晾干伤口时要放置在阴凉通风处 不能有阳光直射 它需要晾干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需要三至五天 有时甚至需要一到两周 伤口数量以及切面大小会有影响 也要配合气候环境 湿度做缩短或延长 一定要等到修剪的伤口 完全愈合了再上盆 像我这批沙梅 在晾根期间 温度是15-16度偏冷 而且连日下雨和阴天 所以我晾了一星期才比较安心 在经过一星期的晾干后 根部和枝条上的伤口都已干燥愈合 就可以准备上盆咯 不管是在修根晾干时期 还是上盆后的浮盆期间 叶片会发黄掉落 这是正常现象不用紧张 之后就会有新叶片长出来 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上盆前我会先让沙漠玫瑰浸泡生根水两小时 让根部没入水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准备盆土 我使用了以下几种颗粒介质 其中赤玫土二 碳化稻谷少许 其他介质各依依此比例 作为综合颗粒土 另外再准备泥碳土 还有和沙 混合比例是 泥碳土30% 和沙10% 综合颗粒土60% 另外在调配时会加入少许的杀菌剂 生根粉还有缓释肥 稍早用来浸泡根部的生根水取适量加入盆土 我打算要炒土入盆 放入水分拌匀后 可以用手抓取盆土 不会在手上留下水渍 且抓起来特别松散 那就表示水分刚刚好 可以准备上盆啰 刚好出颗粒的发泡链石用完了 改用大颗粒的红火山石 作为底部垫材 种植高度可以观察沙梅肌部的明显就有痕迹 不能栽种过深以免烂根 可以依旧痕迹栽种也可以略为提高一些 另外在盆器的选择 不建议一开始就用过大的盆器 盆器的尺寸要比沙梅筋部大上2-4公分的宽幅就可以了 若是较大株的沙梅 若是较大株,则建议大上5-6公分 将盆土平整后 我习惯在裱土撒上少量的储虫药剂作为预防 在铺上红火山时做铺面 就大功告成啰 沙漠玫瑰上盆后 先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等过了3-5天就可以开始入养 建议先提供半日照 搭配30%-50%的水分 等盆土再度干燥后就可以开始正常给水 入盆约10-15天后可以开始尝试全日照 让光照和水分逐步到位 光照对于发根发芽有很大的帮助哦 接下来看看入盆后一直到4月中旬的白萝卜们有什么变化 crisis 开始 大家 订阅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中最领先的是黑天鹅 叶子是最大片的 大家都很明显的进入成长阶段 叶片越来越多 这下终于可以放心了 借这支影片的拍摄过程 整理了一些相关资讯 花点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 每年2月立春之后 到9月中旬都适合购买沙漠玫瑰 10月开始天气就会渐渐有温差 对于沙莓来说比较不利于发根 沙漠玫瑰喜欢干燥 借质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排水 可以使用一定比例的颗粒土 还有砂质土 干燥通风最重要 适合的种植环境温度为22-35度 能耐40度的高温 若环境超过38度 可能会停止开花 而当环境低于12度 则会进入休眠 并停止生长 如果可以入养是最好 也可以养在光照充足的室内 日照越充足 越能够让沙漠玫瑰长得更快 更健康 若光照不足 有可能产生土长 或自干瘦小等情况 甚至容易生病 但若是刚换盆的沙漠玫瑰或幼苗 则要避免在炎热的夏天 正中午持续曝晒 可以稍微遮阴 还有一种情况 在6-8月炎热的夏天 如果此时你的沙梅已经开花 那么花瓣可能不耐曝晒 也有可能会因为过热而中断开花 直接削包或花量变少 并发生胶边干枯的情况 这是正常现象 若建议花瓣美观或花朵数量 可在中午时做适当的遮阴处理 耐旱的沙漠玫瑰不需要太多的水分 原则上可以等盆土干透再浇透 浇水周期要因应环境及季节不同而配合调整 若处于长时间潮湿的情况 非常容易烂根生病甚至死亡 一定要经常观察盆土 也可以用手感受它胖胖的身体 是不是又壮又扎实 如果身体摸起来偏软 那表示缺水了 而在开花盛期 沙梅对水量需求会比平时大很多 尤其是日照充足和高温 会让水量消耗很快 为了不影响开花 水分一定要保证充足 沙漠玫瑰是甲族桃科植物 全株均有毒 大家在修剪根系或者枝叶的时候 要戴上手套做好防护措施 其中乳汁的毒性最强 当沙漠玫瑰有伤口的时候 会流出有毒的汁液 要特别小心避免宠物或小朋友接触 每年的3月到11月 是沙漠玫瑰的生长期 尤其以4月到10月为最盛 每年的4月到6月是自然花期 每年的9月中旬到11月中旬是秋花期 全年气候都保持干燥温暖的地区 全年都可以开花 每年的11月中旬以后到隔年2月 立春后会慢慢苏醒 沙漠玫瑰在寒冷的冬季会进入休眠 大约在温度低于12度时会停止生长 最后叶片会掉光光 是属于正常现象 这期间要留意给水的频率 水量可以适度减少 确保根系潮湿就OK 有的肉有住在比较冷的地区 甚至会直接断水度过冬天 建议最慢每两年要更换一次新的盆土 且要避免在浇水后进行换盆 换盆时若有发现枯萎的老旧根系 也可以一并剪除整理 沙漠玫瑰移到新的盆土后 先别急着浇水 把它放置在阴凉处且通风良好的环境 可以约三天的时间 等它适应新的盆土环境后 再逐渐恢复水分和日照 最适合在每年立春到三月之间换盆 如果春天来不及更换 也可以选在每年夏天8月到9月中旬 10月开始天气就会渐渐有温差 对于沙梅来说较不利于生耕 沙漠玫瑰是观赏为主的植物 通常会以矮状圆润为目标 建议要定期帮它修剪 适当的修剪可以促使分枝以及开花 让造型更茂盛立体 当沙漠玫瑰的枝条长度超过25到30公分时 便可以考虑 可以减去过高的主干枝芽 可以让它控制在你希望的高度 不过如果你比较喜欢高挑的沙漠玫瑰 就另当别论 以个人喜好决定就可以 每年立春到3月之间最合适 夏天是每年6月中旬以后到7月 在以上两个时期修剪 比较可以确保不影响每年两次的开花时期 如果你不介意错过花旗 其实每年的立春到9月中旬都可以 沙漠玫瑰扣除冬天休眠以外的时间几乎都很活跃 建议除了冬天以外可以每个月施肥一次 可以使用缓释肥 依生长或开花妥善规划肥效周期 给予不同营养素的搭配需求 尤其是结束休眠刚刚睡醒时的立春追肥 对即将要进入生长期的沙梅来说尤为重要 要注意的是不要单湿淡肥 不然它容易发生土长 整个造型就不美观了 也不建议使用有机肥 有机肥比较适合洗酸型的开花植物 我自己针对沙漠玫瑰目前使用的肥料有以下几款 在入盆时使用弹磷甲均衡的缓释肥 和盆土一起拌匀使用 建议也可以添加适量的骨粉做底肥 可以补充磷还有钙 每年4月到5月中旬以及8月到9月中旬 准备进入开花期一直到花期快结束的养护 可以添加开花植物专用的缓释肥 清埋在表土里面 并可额外每7到10天给予开花专用的水肥 可以喷叶也可以灌根 开花前期使用磷甲肥料 可以有效的促进花芽分化 提高开花的质量 另外我还有准备磷酸二氢甲 目前还没有开封打算进行内要开始使用 磷酸二氢甲是一种高磷高甲的肥料 不建议长期单独使用 以免造成营养缺失 建议要配合多元素的复合肥交替使用 达到营养均衡 我打算使用弹磷甲均衡的水肥 再搭配磷酸二氢甲轮流交替使用 提醒大家 如果沙梅已经有成型偏大的花苞 或者已经打开的花瓣 喷洒水肥时尽量避开花朵和花苞 喷洒在叶片正反面 以及枝条筋部就可以 第一次养沙漠玫瑰 一开始没有留意到股粉的效能 在入喷时没有添加股粉做底肥 因此决定在开花生长旺盛期 额外使用股粉做追肥 提醒大家 一定要按使用说明操作 以免造成烧根哦 先将铺面时拿掉 把喷度往下挖约2到3公分 按产品使用说明的比例 减半 把粉末清洒在植株四周盆土里 尽量避开根系 然后再把土壤和铺面时盖回 再浇透水分就ok了 施肥这个议题其实很看个人 每个人对种植的想法都不同 没有一定的准则 有的人追求天然有机 有的人有自己的独家配方 当然也可以放手交给天养 顺应自然 以上我使用的肥料种类 因为在市面上都是大部分常见 容易买到的 也分别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和功能可以选择 大家可以多多查询研究后 再订定适合自己的养护方案 因为我自己是新手 所以需要了解关于沙梅的功课 制作了沙漠玫瑰形成表 依世纪变化的大致方向为依据 小小心得提供大家参考 实际养护过程 请务必依地区气候自家养护条件 以及习惯做调整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哦 接下来就是沙漠玫瑰们近期的成长过程 分享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耐心看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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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